Hello 又是我光頭仔 Jason 如果你想享受公路車的快感同時踩得舒適 或者你是由接車想過渡到公路車 你就要留意我們今集介紹Giant Defy第五代的公路車 因為今代它有很多不少的升級 由做到它三大的主題 包括舒適度、敏捷度和減重 想知道它怎樣可以做到這三樣東西 就要繼續看下去 為了鼓勵我們拍多些好片介紹給大家 麻煩你Like這條片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開啟鐘仔 在Giant的公路車家族裏面它們都有分工 Propel就是破風型車架 TCR就是這個爬波的輕身競賽級別的車 而Defly就是Endurance搶套矽行舒適型的車架 而Defly現在來到第五代 跟過往一樣它都提供了三個級別 包括頂級的Avance SL 跟著就是Avance Pro 跟我眼前這一格Avance 大家的幾何和這個設計是一模一樣的 分別就是它的配置 和車架碳纖維物料的不同 今次Defly第五代不是一個小小的升級 它都有重大突破 應用了Defly在Propel TCL的科技 放在Defly身上 可以完全平衡到舒適度、重量和操控性 不如我們首先說說舒適度 第一樣要提高舒適度 就是用了Giant專利的前彎後屏Defuse的座管 它相對傳統圓形的鋁合金的座管 它的吸震能力多了兩倍 而它頂級Avance SL 系列 它還用了一款向後 Offset 有微微彎曲的座管 而這支座管是額外提供7mm的上下波幅空間 可以吸收由地面傳上座位的震盪 第二樣要提高舒適度 就是它的Handle Bar 首先它這支Handle Bar 你見到它的Drop的位置 其實有向外8度的傾斜 有看過環法的話 你都會留意到冠軍Pocaccia 其實有時它都會將Handle Bar的位置向外掃 其實目的就是踩起上來的時候就舒服一些 另外它這支Handle Bar 都應用Giant的Defuse技術 聽到這個字就一定是知道和舒適度有關 它這個技術很有趣的 它向下的時候就提供額外吸震能力 但是向上其實它會提供光性 比你抽車的時候都是一樣有力的 輪胎也是另外一個主要提高舒適度的地方 Defly它跟車已經在用Giant自家32CF的輪胎 重新設計過的前叉 更加可以最高放38mm 兼且你還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輪胎的輪胎 應付不同的路面需要 講到舒適度一定要講一下整個車架的設計幾何 它這個下沉式的後下叉這個Seed Stay 其實它就會令到後面後輪的震盪 沒有那麼直接傳到這個座位那裡 而整體的車架的Wheel Base都長一點 包括它前面Trail向前哨多一點 後面後下叉的Chain Stay都長一點點 而再加上它的BB Drop有75mm 相對於平時我們只有70mm 它都已經是多了5mm 種種的數字都告訴大家 其實它這架車是提供了額外的穩定性和舒適度 而最直接就是去比較這架車的Stack和Reach的Ratio Defline第五代它這個Ratio在中馬架來說就是1.47mm 你比較同系列Propel和TCR 它那個中馬架的比例是1.4mm 你看到同一個尺寸明顯地Defline 其實它的Stack高度是長一點 意味著你踩上去就比較是挺身舒服一點 再具體一點去比較 我們將Defline拍到Giant和7-8C的平靶公路車去做比較 你看到兩個Handlebar是差不多的高度 但我眼前這架Defline是細馬架 而Fastroad是一個中馬架 實際如果是中馬架Defline 它的Handlebar的Head Tube其實還會高10mm 看上去其實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Defline的幾何是十分之舒適的 重量都是今次Defline第五代的一個重大突破 除了它用一些頂級的碳纖維布之外 最重要它不同的就是今次它用了特別的生產技術 它用了這個雷射切割 將這個不同的碳纖布堆疊在這個車架上 減少步步之間overlap的情況 從而減少重量 在這個過程中它還要用到機械手臂去協助 所以整個碳纖維車架的生產過程 都在Giant台灣自家的工廠進行 沒有被第三方車廠進行 令到它這個頂級Advanced SL的車架 在中馬來說可以做到7-8-85g這個重量 基本上這個跟爬波車的頂級車架差不多重 它乘車大概是7.3kg 在一輛Endurance長途車來說其實十分之理想 而即使我眼前這輛Advanced的級別 都是比這個頂級SL重了200g左右 相對上一代的Advanced Pro 其實它已經足足輕了120g 十分之明顯 在操控方面 你會不會擔心一輛Endurance的公路車 駕駛起來會不會很笨拙 今代Giant定位Define 希望它可以做到有TCR操控的靈活性 同一時間可以提高更具兼容度的騎行品質 以及提高舒適度 首先它這個下沉式的後下叉 令到它後三角縮小一點 除了提高光性之外 令到這個傳動的效率提高 而它的車頭head tube 其實它已經比上一代低了這個10mm 令到坐姿已經稍為比上一代 aggressive了少少 而鵝頸方面 有別於一般公路車 我們會用這個80mm或90mm長的鵝頸 今次用了一個短小小的鵝頸 以眼前這輛細馬甲為例 它用了72mm長的鵝頸 大大提高了這個轉向的敏感度 另外也讓我發現到 今代define有些細心設計 就是它這個鵝頸的蓋 下面的兩顆螺絲都黏在一起 原來它是可以安裝的馬錶座 令到整輛車看起來更加對稱 而輪組方面 其實它不同系列有不同的配置 我這一架的Avance II 就配上Giant鋁框的輪組 它是闊22mm的 最大支援到38mm粗的輪胎 高級的系列 例如Avance SL 它更加會配置這個頂級Katex的輪組 大家都是用這個統順碟殺截 前後都是用160mm的輪組 傳統系統這架define 已經用了最新Shumano 1012速的機械 為了給你應付不同的路面需要 它已經用了11T到36T寬闊的齒輪比 又輪到最後磅重的環節 這架細馬架Avance II 用了這個鋁框輪32C輪胎 兼有兩個水壺架 它的重量是8.9kg 聽我今日的介紹 會令到你的選擇困難症 又有舒適型 但又減重的define 還有TCR 爬波輕身型的車架 又有破風型的車架 你怎樣選擇呢 歡迎在這個留言留言告訴我們 交流一下 如果你對這架車有任何疑問 歡迎都是留言 我們盡快為大家解答 除了define之外 我們一系列的giant和其他品牌公路車 已經登錄了Jolimap的門子和網站 歡迎跟我們查詢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產品介紹 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